2021吉林银行吉林市马拉松的起点位于吉林市人民广场 这座大型城市广场位于北山公园东南角 北山公园始建于1924年是吉林市重要的圣地 几百年来已成为人们踏春、肖夏、赏河、观雪的旅游胜地 0.7公里后我们将看到吉林市首批重点中学玉文中学 吉林市唯一圆林市宾馆、圆张座巷关地、西关宾馆 在松花江畔共同领略这座城市玉秀的人文气息和浓厚的历史韵味 1.5公里至3公里沿松江西路一路前行 尽情感受江城美景 3公里至4公里这里路段平坦绿树成荫 来到松江西路和黄崎路的交口 也迎来全程马拉松和迷你跑终点的分流处 在这里迷你跑选手将来到拥有百年校史的吉林市第一中学 敦品力行、热心向学的校训、心火相传 培育出深深学子 7公里至8公里 我们将渡过第一座大桥 江城大桥 大桥全长999米 横跨松江两岸 沐浴在蓝天白云和浩荡松花江之间 选手可以尽情领略松花江两岸美景 感受江城之美 10公里至12.5公里 狭长的沿江公园、江滨公园映入眼帘 公园内有多个人工湖泊 湖水总面积达8万余平方米 在简单明快的环境下 感受江城慢生活 13公里至14公里 这里是集游乐场、动物园、植物园 与一体的综合性公园 江南公园 在江城的夜晚 272米长的漂浮式七彩音乐喷泉 是不容错过的活力夜景 15公里至18公里 跑过美丽的滨江东路后 我们迎来了第二座大桥 江湾大桥 全长643米 桥上有三道类似彩虹的装饰建筑 所以又称彩虹桥 18公里至19公里 途经吉林乌拉主题公园 再现了吉林古城历史风貌 宣扬吉林原住民满族文化 22公里至23公里 我们会经过第三座大桥 龙潭大桥 大桥全长455米 是吉林市众多桥梁中 唯一一座有桥头堡的大桥 龙潭大桥的建成 对于吉林市东部及江北地区的建设和发展 起到了非同一般的作用 龙潭大桥东南侧的龙潭山遗址公园 是一个以森林为主要景观的公园 植被丰盛茂密 整座山有各种树木140弯株 还有鉴于清代的龙凤寺 龙王庙 关帝庙等古建群 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7.5公里至28.5公里 选手将经过最后一座大桥 哈龙大桥 全长539米 西南连接昌义区 东北连接龙潭区 下桥后 选手迎来返程 跑至40公里处 选手将看到数不尽的城市景观 江城广场的摇鲁人雕塑 双手撑鲁逆江而上 象征着吉林市悠久的历史 和激流涌进的精神 吉林市主城区 交通大动脉 吉林大桥 哥特式的天主教堂 各种特色鲜明的建筑 临次制笔 最后 选手将跑回人民广场 越马江城 怀抱山水 6月20日 邀你一起在美丽的吉林 踏花跑马 置 deb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